大家好,我是Jessica 大家好,我是Bosco Bosco,今天我們有什麼? 今天就幫大家看看三鄉這邊的物價如何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點的一個框 就交給你和觀眾交代一下 好,其實這樣的 我們今集會去拜訪一個神秘嘉賓 這位就是我們的成交業主 是香港的客戶 已經在中山這裡定居了幾年時間 幫大家看看 它為何會選中山這個城市 和了解中山的物價如何 和醫療 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回大陸醫療如何 和它養了兩隻狗狗 看看怎樣有香港運隻狗狗回來 和狗狗要看醫生如何處理 沒錯,今晚也有機會 讓Bosco和大家展示一下我屬於自己的一些徐藝 沒錯,沒錯 Bosco煮飯,我們的神給嘉賓負責吃 Jessica洗碗 接下來的時間大家共同去看看 三鄉市場這邊的物價如何 以及這邊的買菜的種類 究竟多不多 可不可以滿足大家這場所需 沒錯,這個三鄉市場 每個人都在比較傳統的街市 都開了很多年 我們看看裡面有什麼購買 也有很多人 我們拍車的頻道都比較滿足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數點讚給你們 分享給你們 分享給我們的頻道 事不宜遲,我們進去這邊 看看吧 GoGoGo 這個多少錢 有五個 有多少 這個的話 可以拿兩斤 拿兩斤 拿兩斤 這麼大一斤 五十元 這個是五十元一斤 這個多少錢 五十 五十嗎 五十 五十,五十一斤是嗎 是 對,拍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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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一下 五十元一斤 二十元一斤 好 我們買了兩種蝦,一團 拿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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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拿這個小包魚 拿小包魚 拿小包魚 哇,貝殼很漂亮 貝殼 哇,好像挺漂亮 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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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這隻 二百三到三 三到三 拿一隻雞腳 他當場不認識的 拿一隻雞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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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隻 哪隻漂亮 好啊… 是青的 是墨牙的 是 加一點點而已,不是很多嗎 夾不住 夾不住 還有芫荽 還有芫荽 還有呢 拿一條小一點的 拿一條小一點的 是綁味的 拿一條這個 夾不住 拿一條 來 好的,我們買完菜 滿載而歸 滿載而歸 而且這個新香市場 給我感覺 又大又企利 最重要呢 每一間店 上面都有營業執照 然後呢 也會顯示當日的價錢 也很清晰的 沒錯 總理也很多 是的 我們今餐主要 跟Micky姐一起 煮海鮮大餐 明星暴露了 十美嘉賓 對,Micky姐 沒錯 幫大家看看價錢 因為我們今晚 預約了五到六個人吃飯 是的 那都 就是 乖乖乖乖 7元 8元 25元 算吧 應該都是200多元左右 接近300元左右 對,200多-300元左右 包括了我們的調料 有壽司雞 兩種蝦 然後呢 有鮑魚 有花甲 有魚 是的 主要主要 大家吃不到多少 主要我吃得多 主要我吃得多 拉高到整個人均 是的 我們進去之前 還在太陽下山 出來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天黑了 而且裡面也很多人 對,也很多人 對 而且也很清晰 他買菜 羊肉也有 我看到是買青菜一匹 是的 買肉的一匹 然後買海鮮的一匹 調料的一匹 然後熟食一匹 都很清晰 沒有想像中的成就 我覺得 是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三方市場 都開了一定的歷史 但是進去看 還可以 又不是說 沒有人 很多人 而且那些 當主也很熱情 對 過來拍 好像他們輸著節目體 沒錯 那我們遲不遲 現在去煮飯 GO 聽狗聲 舊狗已經聽到了 Micky Hello Micky 中秋月快樂 中秋月快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妖怪 哈哈 哈哈 對呀 這個餅 可不可以讓他們出來嗎 先等一會兒 先等一會兒 咦 咦 很久沒見了 我真的 嚇到我了 真的 一個叫波波 一個叫Bowie 出來 Hello 好久沒見了 我來玩你 寶兒 乖乖乖乖 他很搞笑 他很怕Bosco 跑來跑去 寶兒 我來這裡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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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寶寶 HE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大家好 我是Bosco 剛剛跟神秘嘉賓MICKY姐 好好地吃了一餐海鮮大餐 多謝 Bosco煮得很棒 很棒 今集的嘉賓是Micky姐 也是我平時經常跟朋友說起的Micky姐 我們都認識了很久 有五年了 2017年認識嗎? 對,2017年 疫情之前我們已經認識了 認識了五年時間 因為我很清楚Micky姐也發了一個朋友圈 她說我們陪她過了五年的生日 所以就是五年時間 沒錯,因為我們這次特意邀請了Micky姐 希望可以幫助大灣區接朋友、觀眾 有一個好好的可比性 我們住的地方也屬於我們中山、三鄉這邊 香港街坊住在這邊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Micky姐可以給予很多參考的意見和價值 給予大家即將要回來或想回來的 可以多一些選擇 沒錯 那就先幫大家回答一下一些問題 大灣區也有很多地方 那為什麼Micky姐會選中山這個城市呢? 隨便等 真的隨便等 你都知道 話說我現在 2007年 跟我姐姐上來三鄉玩 那時候我都不認識三鄉是什麼地方 總之上來玩 復活節假期 那最後那天的行程 沒什麼可以做 就去看樓 一看就 就直接洗個荷包 拿一張卡來搖 搖 買了這層樓 就是這樣 很隨意 當時應該都是看適合的 一例是價錢 對嗎? 二例應該都覺得環境是OK的 最重要是景色很漂亮 嗯 因為我廳房 兩個房間都看到 沒有東西遮擋 主要就是吸引 嗯 明白 因為大家 我擁有這間屋 沒錯 大家通過鏡頭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露台 還有我們這個飄出位 看出去 這個景觀真的很棒 超舒服 還有這個開間都很舒適 整個廳的開間都很舒服 我們這個就是屬於我們中山三鄉的位置 我們今天有寫字樓 東區開車一個人都發 因為現在坦州快線通了 是 還有呢 其實我覺得呢 嗯 Micky姐選這邊 反而就是 隨便選 你才選得這麼漂亮 真的隨便 真的隨便 我也說到吃乳鴿 吃一下吃一下 等下層樓買了 都沒有想過買樓的 我打給我姐姐 等下我姐姐又說我撒謊 她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又在那裡撒謊 對 我剛剛我們吃飯的時候 也有聊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你這個是屬於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 九十幾房是兩房 對 兩房很舒服 這個就是 十幾年前她開發出的樓 跟現在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那些樓它注重的是什麼呢 是整間屋的這些舒適的享受感覺 九十兩房做兩房其實已經是非常享受型 我覺得 因為我一開始就以為三房 還有這個開間 足夠有四尾那麼寬 所以這個感覺是不錯 還有這個樓形的構造 好像現在華法那些 一樣差不多 有點像 她的主廳是不放在樓台的 是旁邊開一個樓台仔的 這樣 把房間全部放大化了 所以看得到很舒服 不過今天我們 加上攝影師 五六個人加上去吃酒 一起在這裡吃飯 都很舒服 很開心 但我現在看到新樓是沒有這個設計 少了 因為現在九十幾房 基本都做了三房 做三房 縮小了些房 主要帶環境變化 大家都想賺到些錢 哈哈 是不是這麼說 什麼東西啊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對 那跟大家講解一下 因為Micky已經退休了 之前在DitchL工作 現在退休在鳥山定居 一直都很舒適 Micky之前我記得數學回來的時候 那個體重不是現在的體重 那些朋友都跟Micky姐聊 哇 Micky你整個人精神了很多 甚至乎上次我提供了 幫Micky姐過生日切蛋糕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 不懂 有些追蹤員 都說Micky看來很精神 我是因為回大陸 你自己煮飯 健康一點 然後那種環境又慢一點 節奏又慢一點 有時候又下去 真的很多東西要玩 散布 撈狗 那我做事 那我好舒適 那Micky都說 基本上在香港的時候上班 就忙 就不會做運動 那你回來日子多了 那你要自己安排怎樣做 那我就在屋苑裡面走 五公里 五公里 平均走五公里 那日子有工 那由一百九十幾磅 現在只有一百六十幾磅 是啊 三十幾磅 回來住 很健康的 不是特意去吃少點東西 是很正常吃東西 然後有時候有吃飯 吃吃吃吃飯 我看到你有吃中午茶很棒 但依然越來越健康 我們都很開心 是的 那不如同大家share 因為很多人回來大灣區 退休或定居都會care 即是大陸的醫療 還有大家會問大陸看醫生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Mickey姐有什麼分享 之前我參加了香港醫院的計劃 我可以去深圳的廣大醫院 因為我是定期拿這些血壓高糖尿病的藥 差不多去了一年多 我覺得路途很遠 我坐車五個小時來會計 但是見醫生不用五分鐘 他總共有三千元給我 其實我還有剪證 後來跟朋友說 血壓高糖尿病這些是濕濕碎病 於是我就選了去南網一個醫生 給他檢查過血量 我也不是很高 我血糖都不錯 只有五點幾度 血壓一百二十幾至一百四十 都可以的 保持著吃藥 起碼我去南網都是九個字車 快了很多 不用每次都去深圳 因為之前我們也請過Micky去深圳 香港指定的醫院去看 另外我應該要去香港做腸胃鏡 其實我掙扎了很久 但是因為疫情我不能去 不是不能去 我回來要隔離 因為我有兩隻狗狗 終於有一次去南網醫院 去看環境各方面 遇到一個主任級的醫生 他說腸胃鏡是很少的事 他說他親自跟我做 其實我也是害怕的 始終我是香港大 香港住官 對大陸的醫療真的很害怕 都要試一試 來講到腸胃鏡 很多人都可以這樣照 總之做了一次 因為胃多 分兩次做 但是有一個分別不同 我覺得香港一次過跟你做完 還有今晚入院 就是飲射藥 然後第二天早上就照 然後馬上去做 但是這裡就不是 如果你是多的 或者幾顆二十 但是他照完之後 他只會發個報告給你 那就再安排入院去做 但是住院這裡 我住了差不多五天 那個時間長很多 長很多 我問醫生為什麼 因為他說 那幾天的血壓 糖尿可能會上升升 因為我沒有東西吃 我猜不到要調這麼多東西 調些營養水 什麼葡萄糖糖 什麼營養素 我自己住一個VIP房 一個VIP房 是說三百六十元 一個人住 三百六十元 三百六十元 出院的時候 大概賣數 不夠八千 我買了一個醫保 剛剛去年九月 我們買的醫保 我即時去問 怎樣claims 原來在會計部 即時幫我扣 香港你進醫院 就要填科 交給agent 然後又要等 你立即找醫院那條數 他就立即可以幫你扣 我第一次都可以 津貼了我三千幾四千元 即都有差不多 你是八千元 即是三四成左右 不像三四成 因為房間是camp 的 醫藥費他大部分都幫我camp 其實都不錯 我買兩份保險 都是一千元不用 一年 我在香港買一個保險費 一年是一萬八 對 因為我和Posco 都有在香港的保險 一個月大概千 千幾元 你們年輕 因為我們年紀大 加上我們有血壓高糖尿 一定是加 而且我們是包大中華的 我就camp了這裡 再camp香港 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醫療 還有很多 收到醫院給我的資訊 很多手術 很多很特別的手術 都做到 當然是講 甲級醫院才做得 所以 現在我對這裡的醫療 我都覺得 已經 信心是 大了 即心定些 心定些 很多人 什麼心臟有事 怎樣怎樣 我又看別人的個案 他們都很成功做了 對我之前 對大陸的那種醫療方面 我覺得 有改觀 都可以有改觀 可以接受 因為你不是下要 回香港做 沒錯沒錯 其實現在 其實都現在是 社會發展 我們大陸醫療 各方面 都會越來越好 Micky姐 已經給了一些信心給大家 已經親身經歷了這些 所以 順便問一問 你已經 香港有醫保 有保險 OK 大陸你也都買了醫保 是不是 買了醫保 其實以前 沒有的 我們香港人 買不到的 現在 我因為做了 義工 認識了一班人 剛剛 大陸政府 也都盡量 配合香港 發展大灣區 所以在醫療方面 也都放寬了 給我們 香港人去買 那個申請條件 基本上 就要你有一個居住證 那居住證 又怎樣申請呢 就是你有一個 住址的地方 證明 然後申請 接著就 每年大概 十月到十一 十二月頭 就買 就不可以說 我可以買 三月買 因為他一買 就要買一年 那國家那個 只不過是 七百多元 一個月都是六十多元 嘩 真棒 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那另外有一個 就叫做博愛康 博愛康 博愛康 是 是不是博愛醫院 那個孫子 我不知道 是不是買的 那個名字 都是政府和博愛那邊搞的 那他一年的收費 一百八十元 一百八十元 就是飲餐茶 你算一下平均一天 是不是大概四十多錢 是啊 其實我那個清潔阿姐 她說 我都買了 一日四十多錢 一日四十多錢 是啊 是啊 最高可以 三百五十萬 那麼高 是啊 當然我 她有那些 都有一些條件 但我呢 就claim了 這個 七百多元那個 餘下那個才claim 這些是醫生和醫院教的 這樣做的 嗯 所以我給一千元的 但是不過一千元的 補費 補費之下 至少補到我 有少少的 醫療方面的補貼 六七成有差不多 真的好 到夜基本上有六七成 真的好 OK 都很好 兩份保險 加起來的話 就是一千元左右 但是我們做個手術 這樣 大陸這裏保險下 都已經claim了三千幾四千元 是的 還有呢 Micky姐剛剛都很好 幫大家share一些東西 就是辦理居住證 接著呢 就可以去申請那個社保的 其實居住證 就是我們有一個主席證明 已經是ok的 就是大陸如果 有些 鏡頭前面的觀眾 可能已經在大陸這裏買了樓 那已經是可以辦理居住證 因為我們有一個主席證 OK 那Jusica之前呢 都幫孫生去辦了 孫生今生去辦了 一個月已經可以下來了 那就可以去買社保 那就可以享受大陸這裏的福利 體制 接著過六十歲可以免費坐車 是的 免費坐車 這個是幾個大灣區城市都有的 我知道 反正呢 我總結下去呢 反正就是 就是做這些這樣的手術 可能處院呢 可能是真的要你住幾天的 賺點防肺回來的 但是Camp錢呢 就很快速 你就不用等了 不用 不用 這個真的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說香港的醫療 他的體系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專業的 還有一件事 我去照超聲波 即時 大概十分鐘就出報告了 我有一次照磁力共振 說的是七百元左右 也是等半個小時 所以我去一轉醫院 我要照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小時 等了報告 再拿給醫生看 是快很多 反而香港呢 你照這些 就由一個禮拜 才收回報告 過去給醫生 是否高了 確實是 是快的 這裡真的快 超速的 簡直是超速的 因為這裡照的時候 基本上照完 我出去 那個醫生就已經在 你寫著了 然後就 外面就 印刷出來 拿走 那我拿走 我就 回去給我的醫生看 就是這樣 對 到我這邊呢 有一點點問題 我想問一下 大家的街坊 對於大陸的內地醫院 掛號這方面 他們是十分害怕的 其實掛號 有沒有他們想像中說到的 就是說 不掛專家號 你就掛不到號 或者掛號很麻煩之類的東西 其實我看這麼多次 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你正常掛號 正常的號 可能你看你那間醫院 多不多人 以我所知 中三市人民醫院 就很多人 我就反而不喜歡人民醫院那邊 因為 人又多 車又多 沒有停車 停車又多 你排隊登機又多 拿藥又多 照尾又多 那我就選了南融醫院 而南融醫院 就是人民醫院的分院 哦 是的 即直行直覺 即見醫生 我跟那個醫生都熟了 我不需要預早 只不過 我拿去微信 我今晚打個電話給他 我明天過來方不方便 方便 你來吧 哈哈 OK 挺好 挺人性化 而且 而且Micky姐 都很會彈 說真的 因為每一次Micky姐 去完Body Check之後 我都會見她發個Facebook 今天她吃了吃刀仔飯 哈哈 南融那裡 沒錯 沒錯 再分享一下 你回到大陸這裏生活一段時間 都有幾年了 我真的不是一段時間 你覺得這裏 三年多 有疫情 直到現在 什麼時候有疫情 什麼時候就有Micky姐在這裏 什麼時候啊 什麼時候有疫情 就什麼時候有你 你在大陸這邊住 是啊 其實我回來半年前才有疫情 是的 我記得是2019年的下半年 八九月份 2019年3月5日 踏中大灣區 哈哈 帶我兩隻狗狗 哈哈 好記得的日子 剛剛好 剛剛好和大家 分享一下這邊的 生活 還有節奏 還有你平時買的這些東西 嗯 那你覺得 另一個問題 大家都會 回來醫食住行各方面 都息息相關 Micky姐你覺得 這裏的物價怎麼樣 就是買東西 比起以前是貴了的 嗯 我覺得這個正常 因為人工貴 各方面都貴 對 但是比起香港呢 它還是便宜很多 嗯 還有就是我給同一個價錢 我這裏的service 和我的品質呢 我都可以在這裏 香港是吃個top的 嗯 就是蝦餃很大粒 嗯 很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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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吃個下半茶 我喜歡選一些 環境好些 坐得久一點 嗯 嗯 都是二十多元三十元 那你在香港只能去茶餐廳 嗯 可能搭桌 可能你吃完便拚了 吃完便拚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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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就是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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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就是一般店银店 我知道其他大湾区 我刚刚去袁兆庆 去旅行我们朋友自家游 路很阔 超市都有EON 所以我觉得这里生活 或者节奏方面 已经拍住香港 总体来说 大家如果愿意 走出所住的区域 其实会见到更多不一样的大湾区 的生活乐趣 如果你要工作 还在香港 很难说 因为你没有时间 可能你回来两三天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都买了家来度家 我的朋友不是一个炒家 因为现在炒 已经不是一个时机 你纯粹用一个平常心 去买一个地 买一间屋在某一个地方 你觉得自己喜欢 那你weekend可以上来 或者将来可以自己开车上来 那你拿着车可以到处去玩去吃 那其实是一个乐趣 消费也有限 对 即是你不需要坐飞机 要去日本 去Banggok 你只是过广珠澳橋 那你就回到大湾区 基本上我们说的一小时三五圈 哪里都很方便 特别我们中西出发 我们平时去深圳 然后去珠海 或者有时回小庆 各方面的城市 都是一个小时 或者顶楼 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到的了 我们这个中心位 确实是挺好的 所以我有朋友在New York 有朋友在Toronto 有朋友在Grancoufa 他都有上我Facebook 他说是否真的那么好 看见你很棒 那些东西 Vicky都我喜欢分享 那我说我自己的 没有花没有架 其实我纯粹 我自己也喜欢拍照 喜欢写一下东西 那我纯粹一种分享 亦都可以让我家人知道 我现在在这里生活 每天都平安 差不多都平安 是的 要交代一下 是的 OK 所以我都有分享 那些朋友 他们说有机会通关 都会上来 自己亲切去了解一下这些楼 因为有些人真的 在外国住到 已经麻木了 如果你有看新闻英国 又说煤气费又很贵 什么都很贵 那其实大陆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说你赚钱 就不适合了 说退休啊 过一些舒服啊 坐高铁去旅行啊 专州过省呢 非常好 OK 多谢Micky姐的一个分享 那刚刚就说到 大家回来这里的一个医疗的情况 Micky呢 有两只狗狗很有趣的 这一只 这一只呢 就叫做 波尔 另外一只呢 在市警司那里 叫做波波 好QQ 好QQ 大家都会想问一问 当时呢 两只狗狗呢 就是现在 或者日后 如果真的有宠物 如果真的一起回大湾区的话 有什么途径呢 那我首先第一个 就跟别人说 不要偷渡回来 是的 不要直接 一定要保障自己 还有保障聪明 不要偷渡 不要偷渡回来 是的 是的 所以 或者打个龙已经睡了 交给你 那我是拿正手续 做香港的出口 大陆的入口 他们打齐針 那我又包一架车上来 嗯 直接跟他们过完关 就立刻回到我家 都不用隔离 嗯 所以因为现在都三年多前了 没错 那如果有宠物的人想带狗回来 就是带狗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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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可以问回 香港的鱼龙署 是 是 他们怎样办这个 这个 正义 正乖 正乖 这样 把自己心心耐用的 就是家庭成员 一起回来 大陆这里 因为狗 现在是我们寵物 寵物当自己的子女 是的 我们养猫 已经当了自己 自己一份子 家庭一份子 那大家也都会想了解 寵物的一个 就是看医生 大陆这里的话 那有什么途径 如果不舒服 有什么保障 有什么寵物 那我都害怕的 我自己也害怕狗 我都害怕狗 正常的 那三乡都有很多 寵物医院 但是 我进去看过 好像都没什么信心 走一点 后来 Jessica 你介绍了我在中山市 是的 那里有个猫猫 之前跳楼 是的 是香港医生 香港人开的 是的 虽然远少在石棋 我都 阿波也都做过 两次手术 是的 OK的 我觉得 治疗医疗方面 对狗来说 都OK 嗯 明白 我们治疗大陆的话 因为现在都越来越多 人会养宠物 无论是猫猫 还是狗 所以 应运而生 一些相应的服务 或者医疗方面 都在进步 包括了我的猫 之前 不注意 在白楼 白染得太跌 I jump 对了 你做I jump 就是人家都没跌 他就跌了那种 然后 幸好就收回一条命 回来 然后呢 在这吊针了 吊了三天 回来都受了 但anyway 现在又恢复了我的体重 依然很开心 不会在这里吃饭 睡觉 就跌了我 那样 都是非常之好 包括做一些 猫猫的猪肉 都是全程交给医生去处理 也是做得很好 还有呢 之前猫猫都病了 有个猫鼻枝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 一次一次 是的 也是看医生 也都是正常会好 我觉得是很好 还有呢 嗯 都提 我就不是说帮他来讲过 确实那个医生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 是很有爱心的 我们感觉到 就是做家长 他对你的小朋友好不好呢 你是感觉到的 那我觉得 嗯 很充值很充值 而且他对草莫的那种关心 是真心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都挺赞的 那确实大陆这里 也都会越来越好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Bottom and Boi 就是那个Body 保持得那么英俊 这些发型又那么好呢 有什么秘诀帮他去处理的呢 Bottom and Boi 天生 天生 其实就是这样 我自己本身干净 我每晚都跟他们梳毛 每晚都跟他们梳毛 另外呢 就认识了个 在寵物店认识了个美容哥哥 嗯 那我带店就认识了他去剪 后来就 他没有做了 那咬完之下又见回去 那我说你上不上门呢 因为我便喜欢他上来 好过我带他两只 对 我自己狠狠地等 他肯上来 那我费用就超便宜了 是吗 我在香港 阿波波地 最高是 洗澡剪的毛呢 曾经是试过 最高的价钱呢 就是六百几七百元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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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八一只 那间是最高的了 那一般来说 都四百至五百 不等的了 洗澡剪毛 那我这里 上门剪 手剪 都是八五元 所以那个 消费来说呢 真是便宜了 八五元是一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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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帮小狗去洗澡 和剪毛 一个月一次 是吗 但是 三个礼拜 有时一个礼拜 那 因为他们 就是 你知道啦 鼻虹一定是 圆圆波头 是啊 很有趣 那我觉得是厚 或者什么 那有时不够 一个月 我都会叫哥哥上去的 明白 那现在的服务真的很好 就是有上门 帮小狗去洗澡 和剪毛 那些服务 现在都多了的 确实是有的 是的 那都想再问问 Micky姐 我知道 你有时都会叫 高人姐姐 上来帮你搞起身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多少钱 和怎么样 这个收费 和服务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一直 我很远是雅居乐 是 那我都是找雅居乐 就像我以前 买落 那十年我没退休 我都是找雅居乐 因为 就是有雅居乐做保证 那我又不外面 那我又不外面 找外面那些钱 都不安全 嗯 那么 是的 那我一个星期 一星期上来 就是开一下门 清洁一下 嗯 嗯 那直至我自己回来了 那我都是 固定用雅居乐 那个 那个姐姐 帮我做清洁的 嗯 那这个姐姐很好人的 有时候买东西 给我吃 嗯 有时候去那边别墅 他做开 有很多芒果 很多柠檬 炸给我 那我都放在Facebook 嗯 那其实就对我好有心 就是知道我一个因 嗯 那我最近去旅行 嗯 也都去帮我 他就叫我 走得走得吃得就好去玩 嗯 嗯 那我觉得道理都对的 因为以前就 就 波波波 就是怕没人看 嗯 那放去寵物店 我都是 都会有点啪啪的 但是我医生那里可以 给波波 OK 他说很喜欢是两个 会给他一个房子 那我记得我姐姐 肯上来的 始终他们在自己的房子 嗯 那姐姐上来早晚 上来 喂他们 拖地 换水 换尿布 嗯 那可以的 那是闷一点 嗯 所以我最近去了两次 旅行 是啊 我记得到 旅行 嗯 没错 马上去第三班 马上去下一次旅行 下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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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来到的16号 嗯 OK 那以外呢 就是杰士坦 和Micky姐这边 和大家分享了很多 吃的 喝的 包括用的 包括寵物方面的东西 多谢Micky姐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这么有用的东西 就是回到中山之后 一些自己的感受 是的 就是住在家里 在家里 自己的一个 就是医疗 和救救一些医疗 的情况 没错 希望这条片 都帮到大家更加好的 了解中山 了解大湾区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 这条片 记得点赞给我们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share给朋友 那下一集呢 我们也会有Micky姐 和我们分享更加多 就是就在家里之后 学玩乐 和我们开车去旅行 和各方面的一些 资讯 没错 如果大家 对下一集非常感兴趣 那一定要follow 我们的channel 下一集呢 就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更加多数是 在大湾区这边 置业 包括退休 度假 享受一下 更加 detailed的资讯 没错 以上就是我们今期的节目了 完全大家都看累了 那我们换个时间 换个时间 换个时间 再收到我们下集 有彩蛋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给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详细的楼盘资料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 联络我们